基隆市政府督发处和交通处在基隆市议会临时会中报告 全长约16.5公里总经费需要425亿元 沿线设置13个站的基隆捷运TOD计划 最新厂站规划试意图以及进度 中央负担7成经费 基隆市则必须分担17.7亿元 大概要17亿 那我们基隆市的这种财政 会不会排挤到其他建设预算 你到底现在的经货的负担确定了没有 你等一下答复本席一下 确定了没有 还有未来的整个沿途的产值 那个都发处 我们要多久计划能够实施 这个是在121年的时候能够新建完工 也就是到现在 从现在开始算大概10年的时间 那一年基隆市政府要提拨1.77亿的这样的一个经费 我想对于基隆市政府的财政负担上面来讲 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第8次定期会在审查明年度的预算当中 就会看得到有关我们捷运相关的预算 这有两种意义 第一个就证明基隆市所谓现在争取到的这个基隆捷运 苏先生院长所说出来这些话已经要来实施 那是否未来如果说有亏损的话 那到底我们的财政是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负担 经位上在物资的调整的上涨 425亿可能会增加到一倍 基隆市长林又昌强调 比起以前市政府规划延伸到基隆的捷运 基隆市政府动辄必须负担200亿到360亿元 现在定案的基隆捷运在他努力下 基隆市政府只需要负担17.7亿元 才变得真正可行 困难然后过去一直做不到的事情 那这个大家对市长很期待 不过大家也知道很难 但这七年多的时间 大概基隆市过去累积一二十年来 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林又昌市长都一一的突破 然后一一的做到 包括这一条基隆捷运也一样 各位资深的议员如果还 这个印象还记得 在前朝的时候规划的基隆的轻轨捷运 总经费是500亿起跳 然后最高要到900亿 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财务的一个预算 基隆市政府必须至少负担40% 也就是基隆市必须负担至少200亿到360亿 所以刚刚各位一座有在提到预算的问题 17亿 那这是我在我的任内大力的推动基隆捷运 同时也将基隆市的捷运的建设的负担 大幅的一个下降 也才让这个捷运的建设 真正变得可行 不止工程经费问题 议员很关心 基隆市境内沿线将设置 北五堵 百福 六堵 七堵 以及八堵等五个站 如何透过站点新建 重新规划周边交通 以及车站和环境 甚至未来是否延伸到基隆 议员们也很关心 整体的国家利益来讲 整体这个狼带的发展来讲 我不见 我认为它不见得是有利益的 因为它真的隔的实在太短 而且它对于通勤族来讲 是没有任何的效益的 我觉得真的是要务实去做 所以基本上给两企业企业 就像我常常讲的一个打游是说 捷运规划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周而复始变来变去 还是原地踏步 捷运的第一阶段 在八堵站是 等于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首站 如果从基隆这个头往台北去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算是首站 那我们希望是借由这个大型的 这个重大建设 来整个让我们地方 有一个重新活化 跟这个土地重新被盘点的一个可能 就是说 再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概念 我们现在在目前的文字报告里面 有效的一个做规划 那我希望市长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未来是否延伸到基隆市中心 我们南龙路沿线 就可以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 实质都市更新的方式 把过去比较没有规划好的地方 或是红灯区等等 以并做整理 并做整理跟规划 所以我对这个捷运是非常看好以及肯定的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除了捷运作为一个TOD的引擎之外 你旁边的公共设施 例如说我们的大众运输 是不是能够完整的嫁接 大家现在只会以现在的一个时空来做环境的一个思考 因为我每天要通勤到台北 所以这个捷运可能会让我必须有转成的一个需求 有转成的一个必要 但是未来如果当这一些工作 在这些园区里面新市政的开发完毕业之后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相关的一个工作的机会 甚至他未来不用到台北 假如说没有在本地的充分的这个暂停的周边的说明的话 将来你在施工上可能会找到一些市民的一些的阻碍 或者不谅解 林又昌也表示 目前基隆捷运已经进入综合规划阶段 都在处理包括主管机关全责厘清 营运机构如何组成 未来基隆捷运资产如何计算分配等事项 预定今年底明年初左右完成 报部报怨进行核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